12月25号这个节日要怎么过呢 江总统最后指出 团结便是力量 分化必去灭亡 这一天除了是耶诞节之外 更是行献纪念日 而这个节日在以前 是个很重要的国定假日 中华民国宪法是1946年颁布 而在1962年 政府通令12月25号放假一天 到了2000年 唐飞当行政院长 取消放假的规定 现在大多数的人都只记得耶诞节 不知道今天什么节日 上当节 今天25号还是什么节日 不知道 至于庆祝的方式 以前和现在也是差很大 这些活动7点钟开始 从广场出发 主办单位还准备了 大批的奖品摸彩助信 放假就放假 不用太严肃 不论你想过的是行献纪念日 还是耶诞节 自己开心最重要 记者李宗宪 张怀玉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